及时新闻综合报导 星巴威93岁总统穆加比 Robert McGabe 21日宣布辞职 结束长达37年的铁腕统治 引发这场政治危机的另一个主角 正是第一夫人葛丽丝 Grace McGabe 她从小三翻身正宫 又对权力积极营盈 堪比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 又非洲江青之称 综合媒体报导 今年52岁的葛丽丝 曾是星巴威政府的打罪员 后来担任穆加比的秘书 两人在已婚的状况下发展婚外情 并在1988年生下一女 1996年 穆加比在原泰逝世四年后 以奢豪婚礼迎娶离婚的葛丽丝 就和江青一样 成功从小三翻身成为正式 在葛丽丝试图争夺总统大位前 他以购物狂闻名被称为Gocky Grace the first shopper 除了星巴威 他在亚洲的香港和马来西亚都有资产 有报道指出 他的资金来自于星巴威中央银行 前后挪用了约500万银磅 月一 9亿新台币 随着穆加比年老健康下滑 格丽丝也展现对权力的欲望 他在2014年成为执政党妇女联盟负责人率领的态系 被称为G40 由40岁以下党员组成 他与G40等盟友针对 包括前总统姆纳加瓦等有军方背景的党员展开工 即仕途问鼎大位 这与江青和四人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毛泽东执政后期 四人帮控制了一些政府职权 智传江青还定做了一套只有自己能穿的女皇服 以及全中国女性统一穿着的江青服 以便毛泽东死后供自己登基及全国朝拜之用 但在毛泽东死后 四人帮先后下狱 在星巴威 格丽丝的盟友也在政变后纷纷被捕 不少G40成员则逃到穆加比和格丽丝家中 至于格丽丝 聚传已被软禁